三分力就能发得很长 因为你还要摩擦球呢 你发全力的话 这个球不稳定 发长球 大家在控制力量的时候 首先大家为什么控制不好 是不是不知道我 到底发多大的劲 这个球能到球台上 大家可能没有一个标准 大家可以先发一发试试 发这个底线长球 你可以先这样试一下 大家看我刚才发三分力 还不到底线的时候 我们试一下三分再加点力 对不对 有一点出戒 但是它出戒呢 出的不是很多 那这会怎么办呢 我们还保持刚才这个力量 我拿身体往下压一点 对吧 这个就很接近底线了 大家在发的时候 可以一点点的去试 然后找到一个 比较平稳的一个手感 你不能发到全力 对吧 三分力就能发得很长 因为你还要摩擦球呢 你发全力的话 这个球不稳定 对不对 大家在现在去练的时候 你发长球就先培养一个 好的一个手感 根据着自己的这个力量去体会 我们在发这个球 你找到一个平衡 像我现在跟刚才 发的这些力量呢 它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你看它落台的那个点 也都差不多 你要先找到一个这样的 比较平稳的一个地方 然后找到一个 比较平稳的一个手感 今天我发生的一个手感 就会吃到一个 edel充的一个手感 太多了 比较平稳的一个手感 对比较平稳的一个手感 可以吃到一个手感 那么再多一点 对比较平稳的一个手感 对比较平稳的一个手感